这孙子是翻脸不认真 说打就打 知道他们大目的 你就不应该跟他去 你还埋怨我呀 我跟你实话说 前两天差点 把我们家房子给抵了 我就想帮你还账 我哪知道 那姓金子说 让我帮他砍风水 好想 我说好歹弄了钱 把这月的利息了了吧 我的妈 差点帮我命打去你 兄弟 你的好业我领了 没说 好好跟家养着 钱的事你不用操心了 我能不操心吗 这都是什么事的 让我让球人活了你说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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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 会有其事啊 让我们进去 让我们进去啊 会有其事啊 前面有些想要 要什么 是是乱零 是乱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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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去了 到现在还不回来 这外头够乱呢 这解放军把北平解放了 这么热闹的日子口啊 孩子哪能在家待得住啊 放心吧 烟不是还跟住的在一块呢吗 周大夫 门看了 没信 周大夫 我看您这气色不好 是不是不舒服啊 还好 好什么呀 这刚还要上南京会女朋友吧 火车她就不开了 好不容易逃换一飞机票吧 这飞机场又被解放军给接管了 这南京一时半会儿是去不上了 你说她能好哪儿去 行了 少说两句 我这不是关心她吗 您瞧着她 四打南京去不成以后 整个人就跟丢了魂似的 那个 太大姐 您这话说得就不对了 现在北平解放了 共农大众和我们人民群众都欢欣鼓舞的 我干嘛要跟丢了魂似的 您说什么 就您 您也算人民啊 当然算了 我们可是和平起义的 我这个级别的军医 好歹也算是个起义将领吧 还起义将领呢 我是周大夫 您也真是的 我真不怕说话闪了舌头啊 那我就想问问您了啊 您说那天您要是赶上飞机 他飞跑了 您还怎么起义啊 您不就是一彻头彻尾反动派吗 干嘛呀 我说得不对吗 要我说这老天爷还真是饿不死的瞎瞎巧呢 你说说 他一要跑没跑得了的反动派 正巧还就赶上起义了 摇身一变还就变成人民了 还起义将领了 周大夫 您要这么说的话 您让我们这些老百姓上哪儿说理去啊 那个 太大姐 您能不能说话不要这么说呢 你不要开口一个闭口一个 反动派 反动派的 我说老实话吧 我这心里头还真不爱听 不爱听 不爱听怎么了 那说明我说着了 您怎么就说着了 你 王大哥知道的 我为共产党解放北平 可是做出过贡献的 做贡献是吧 好啊 那您说说您做什么贡献了 您不吹牛能死是怎么着啊 我没有吹牛啊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我跟满堂大哥 我 我跟您说这个干嘛呀 反正我说什么您都不信 我跟您说话呀 就是多余 怎么多余啊 有本事你说人听得别走啊 行了 少说两句吧 你看人家周大夫够难受的了 这难经去不成了 到现在 未婚妻的一封信也没收到 人家够倒霉的了 你怎么还挖苦人家 谁挖苦他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也不能那么说呀 多难听啊 我没觉着 就这样 小大叔 您开门啊 是我 福来 我有事想问你 老肖大叔 老肖大叔 福来 什么事 老肖大叔 您最近看见小粉笛了吗 小粉笛 没有啊 没有啊 怎么都没看着啊 原来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福来 你急什么呀 几天没见着也不一定出事 这又没出什么事 他干嘛 他干嘛失踪了 这外面兵荒马乱的 没准他就出什么事了 你瞧你 怎么就盼他点好呢 你啊 你别瞎操心了 信我的 肯定没事 主 您等会儿 您怎么那么肯定啊 您是不是见着他了 您一准是见着他了 您跟我说他在哪儿呢 上哪儿见他去呀 我告诉你啊 你啊 也别满世界找人去了 没准人躲着你 不愿意见你呢 不可能 他干嘛躲着我 干嘛不愿意见我呀 你这孩子让我说你什么好玩 回家吧 不是 回去 这肖大叔呢 您要见着他了 您跟我说一声啊 好 好 听见了吧 福来这傻小子对你真是一片痴情啊 你们这些男人里啊 就福来对我是真心的 可这孩子太干净了 我配不上他 你听你这意思 我对你就不是真心的了 您比姓黄的强多了 可还是没有福来实在 就说现在吧 姓黄的把我给甩了 我投靠到您这儿来了 您嘴上说高兴 可谁知道您心里 闹腾什么呢 我闹腾什么呀 妹妹 你也看见了 哥哥我二话不说 就把厢房给你腾出来了 我巴不得了 只可惜你好像不太领我情 对我有点冷淡 您又嫌我对您不亲热了 可不是吗 小大哥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啊 虽然我是个戏子 日子过得乱七八糟的 可我也不是个贱货 我是长记性了 以后别的我都不要了 穷也好 富也罢 我啊 就想要个名媒证据 你就想要这个呀 这 这 这太好办了这个 那您结巴什么呀 既然您喜欢我 您干吗不能给我个痛快话啊 您就不能一跳和一闭眼 把我小粉蝶 取进你们的小家门吗 这事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这要搁以前呀 我没说的啊 可你看现在这兵荒马乱的 吃饭都不知道上哪儿吃去 那这时候咱俩怎么办事啊 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行了 您就甭拿好话填护我了 您心里怎么想的呀 我还不知道吗 我的钱让姓黄的卷走了 戏班也散了 我也不是什么好养活的主 您就二胡了 您现在觉得 娶我这么一个没招没落的吃货 您不值当了 你瞎说你这 我萧意图是那样的人吗 哎 妹子 要这么说的话 那咱俩就别耽误了啊 我哪天我掐个黄道吉日 派八台大轿 把你直接接到洞房里 小大哥 这可是你说的啊 是啊 是我说的 行 那我小粉蝶可就等着入洞房了 走 陪我吃点东西去 好啊 走着 好啊 那个打算修房的小老板说啊 房子先不修了 师傅 我们在闹市口 蹲了好几天了 一个用小工作都没有 鞭子里的 好啊 帮子没接着 人家说了 买卖刚恢复 手里没限钱 要不 你跟吕爷 乔爷他们张张嘴 我张得开着嘴吗 人家跟咱不一样 比咱好点儿去啊 师傅 听说马掌柜 带着他的架子工的兄弟 都已经 上西日门的火车站 给别人扛大包去了 听说田掌柜也改行了 那料房都改成棺材铺了 不 流年不利啊 看来咱们这行当要玩完 不是啊 王掌柜应该在家吧 哎哟喂 你看这一个一个的啊 还挺齐着 怎么着啊王掌柜 明儿可是还钱的正日子了 想着还钱的番儿了吗 请今得 什么话跟我说 明儿起 这房子你的了 痛啊 这不就齐活了吗 那咱们 明儿见 得嘞 好 漫头 你嘴上到这儿痛快了 这事怎么跟大妞说呀 昨晚都是说 到不了也就骂呗 我告诉你啊 这回不管大妞说什么 你都得听着 千万别犯婚啊 我还有脸跟人犯婚呢 人家不跟我犯婚就是好事 来 蛋子 安个姨处了点 棒的面菜糊糊 倒想乌吃吧 不了 我还是回你也不吃吧 梅子 我跟你说个事 今天我那屋 那我说天大等于了 你跟住嘴别管啊 你 甭管了 屋里也是 别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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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咱们家准 睡得多好啊 还真不像咱们家一儿 一生起来就是一圈五花 睡觉都打把势 饭都做好了 我还真饿了 等等 你不是说内屋里给你做饭了吗 你上内屋吃去吧 她等着呢 大妞儿 我现在上哪边吃饭 还重要啊 你不是说麦子的饭比我做的好吃吗 那既然这样 你还是上内屋吧 那我就不吃了 好 大妞儿 说心里话 我现在真没心子吃饭 我也没脸吃你的饭 什么意思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咱爹 对不起龙姬 营造成那房子 叔不回来了 大妞儿你就是打我骂我 不让我吃饭 不让我上康 咱们都成 我问满堂没耳话 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们孙姐 实说了吧 我该想的事都想了 该找的人都找了 被咱们家这事老肖差点把命打了一边 你说这冰黄马乱的日子 谁还盖房谁还修房啊 咱好不容易 找了这么一好活 我把所有的本人都使上了 把这大伙给拿下来了 我心想 行了 咱们家有叛徒了 可谁知道这老太太一去不回啊 连王府她都不要了 把我衣服给搁这儿了 这活可是我拦的 我不能让其他人吃瓜糯啊 我真要是这么做的话 那我晚晚堂还是人吗 我还能在这行里边混吗 事就这样 明儿那房子 就归人家了 事大事骂你看着办 吃饭 吃饭 我叫你吃饭你没听见哪 我叫你吃饭你没听见哪 等等 你干嘛去呀 今晚我想在隆起待着 去吧 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我对不住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来了 院的这东西也都收拾好了 我对不住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对不住你 老爷们 龙几到今天都是我玩满堂没有本事 我对不起阿家 今天龙几就算散了 大家哥们弄心的 师傅 我哪都不去 我就跟着您 师傅 我也不走 我们都不走 对 都不走 我们都跟着您 我们都跟着您 咱们 咱们 咱们龙净散不了 老师 把这块招牌给我摘下来 师娘 快点儿啊 快点儿啊 各位 只要是我祖上传下来的龙净的这块招牌还在 咱们龙净就散不了 打今儿起 我就把这块招牌挂我们家里去 以后登展胡同九号就是我们龙净的营造厂 我就不相信有大伙在 咱们龙净能垮得了 对 龙净垮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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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龙净垮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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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龙净垮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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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出事了 金儿 金儿让人给崩了 怎么回事 谁崩了 简光军 简光军把金儿给崩了 听有人说 昨天夜里 金儿那小子带人偷偷往城外运枪 让站岗的简光筋发现了 两边就打起来了 最后简光筋一枪把金二给崩了 金二死了 保不进这枪子是个特务 曼达 你甭管他是什么了 你听见了没有 金二死了 那我们龙京就保住了 保住了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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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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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满堂一家人 永远不忘您的大恩大德 鞠躬了 吃饭 妹子 给哥唱一段风雨归舟 我懒得唱 又怎么了 谁又找你了 没人找我 我烦 你成天待在这屋子里闷着 也不出去走走 能不烦吗 我倒想出去呢 可我哪敢啊 听说街面上 共产党要打倒封建 还说要改造 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好多吃开口饭的姐妹 都被带走了 听说八大活头也得抄了 那些女人都是干那行啊 你又不是你怕什么呀 那你说 我这样的算什么 你还真把我问着了 你这样的 我也说不清楚 我说不清楚 小大哥 我还真有点怕了 这往后的日子 我指望你了 妹妹 你放心啊 有哥哥我在 没人敢欺负你 怎么着 今儿晚上就别再哄我了 小大哥 我还是那句话 您甭急 等您把我取进门啊 我好好伺候你 对了 那黄道吉日 你挑好了吗 我算了半天呐 我算了半天呐 这一月啊 好像没什么推好的日子 恐怕下个月呀 也没有了 今天罗伯乡八号 挑方梁换林子 干活之前 跟个伙都打成招呼 让上毛房都知道了 还是那句话啊 要干就把活干媳妇了 别砸咱龙记的牌子 知道了吧 明白 有事 吸什么门 找我俩正工 得嘞 那我先过去了 走 走 大汤 爸 妈那的 趁下雨之前 把门口那些肥料 试了试了 师傅 这些碎步头子 碎步头子 试了试了试呢能用啊 来 来 水妖水 全球机 求人出头 来 大姐 你说这周大夫 好几天都没着家了 该不会是拿他当反动派 给逮了吧 不会吧 周大夫是参加起义的 怎么会把他当成反动派呢 周大夫 你可回来了 怎么着 这几天没着家 该不会是被军管了吧 刘姐 您真是神了 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合着他说对了 还真是 这两天呢集中学习了几天 收获真不少 那您跟我们说说 您都学什么了 主要是思想觉悟上的提高 战争就要结束了 和平年代就要来了 国家百费殆青 尤其是王大哥这种建筑行业 将大有作为 王大哥这回啊 痞疾太来了 那可太好了 王大哥 老实 王大哥 想你啊 我也是啊 老师 这胳膊里枪声 好利涂了 这 早好利涂了 对了 还得谢谢你那位医生朋友 老师真是好久没见了 今儿您怎么露面了 早啊就应该过来看您来 可北平刚刚解放 事太多了 一时呢 他得不出空来 快坐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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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喝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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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打 这位就是石先生 对对对对对对 老师 这是我们这儿的凤儿先生 老肖 毕人肖一吐 久闻您大名 这次算是见识真人了 也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是胡团长 这是警卫员小赵 您好您好 快坐快坐 团座这可是大官啊 好 什么大官不大官的 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嘛 是是是 王大哥 可算找着你了 试试啊 老师 您这急着忙哄了找我 是不是又有什么事让我帮忙 让他给猜着了 你再让我猜一猜啊 这回肯定不是让我画地图了 是不是让我 修什么干什么 王大哥 让胡团长跟你说说 我就直说了 我们有个急伙 听石正伟介绍 您这个人政治长可靠 而且 又完成这个任务的手艺啊 要说 手艺那没得耍 只要是您不让我盖羊笼 那任何事都拦不住我们营造厂 我们这手艺 京城一决 那是啊 我们这龙记 打这个建北平城的时候就有份 到满堂这儿 已经是第十四代了 北京的这武坛八庙家紫禁城 您说 哪儿没我们龙记的心血啊 我跟你这么说啊 满堂的好几代祖上 那都是做官活的 那挂着腰牌 公里行走 那手艺 您这么说 我们找您帮忙 找队了 不过王先生 我们这个活的难度可不小啊 不请您这样的能够巧匠出山 还真不成啊 王大哥 这活儿 要求时间紧啊 要在三个月之内 把一座古建筑修缮一新 不就翻个心嘛 只要人手够 仨月 人手 倒是足够用了 我们已经调了四百多人了 四百多人 那这宅子不小啊 老师 你跟我说说 什么柴子呀 王府啊 还是大苗啊 大殿 比大殿哪 高五得多 那是什么呀 是咱北平 最有名的 一座城门楼子 皇宫的正门 天安门 和尔您说的是天安门呐 王师傅 您和时政委一起 曾为北平的和平解放 出生入死国一位 我们也把您当可靠统治了 天安门的修计工程 不是一般的工程 十月一号 开国大业 要在那里举行 到时候我当的领导人 要登上天安门 毛主席要在上头 向全世界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了消息 毛主席他老人家 要在天安门城楼上 把开国 我明白了 必须敢在十月一号之前 把他给秀出来 这可是大事儿 我说天大的事儿啊 粗活儿啊 由战胜们来干 这细活儿 毛大哥 全指着你们了 王师傅 这个任务 艰巨而光荣 您可得卖把他力气了 把北平城里的能工巧价 召集起来 而且越快越好 好 郭大长 老师 就冲你们二位 把我看成信得过的同志 就冲 毛主席他老人家 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 这活儿 我领听 是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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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回来了 去去去 你贱门城楼散干这 ved 走啊 太了不起了 原压alls 拿着送 惊 armed 走过两个 走过来 让全家名 ,来大人 La 快 zor 回来了 后来 都是给咱们的 都是咱们嫁去 要饭的 好好啊 去吧 来 我来 我来 谢谢你们啊 来 去吧 去吧 还有呢 还有呢 来 来 来来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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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我们先回了 别呀 屋里喝点茶歇会儿 不知道大叔 我们还有任务呢 那行 谢谢你们啊 走 谢谢 全都是大米啊 你闻了 真香 好些日子没闻过 这么香的大米了 是不是 这场子 来 是 慢点啊 够牛的啊 美国大鸡脯给送回来了 刚参那俩小兵啊 还 还跟你敬礼呢 是啊 还给送这么些大米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今儿跟你们说 你们还别不信啊 今儿啊 直接就给我拉到 景山后街小楼上去吗 那里边全是解放区 有咬电话的 有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最后接见我的人是 罗司令 我跟罗司令派着胸脯子就说呀 罗司令怎么也不相信 跟我提了很多细节 你比如说这个 天门城楼上的草 拔了之后会不会漏 还有这油漆活的地帐包麻 有没有时间满场 还有这个 城楼上的琉璃瓦 坏了之后 能不能全换成新的 我是一五一十八八八八八八 你说了个清楚 罗司令这会儿踏实了 最后他跟我说呀 这社会主义 那是按牢分配 呢 有什么事 我们去也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